拥有甜美脸蛋,火辣身材的YouTuber艾里 从小认定自己是女生 而这样的信念童在家中造成了一波波的震撼 传统观念之下,她的勇气可嘉 2017年她选择了飞往泰国进行变性手术 不仅是身体上的转变,更是心灵上的释放 早前四复清洁,而艾里的心境却并不如众人的喜悦与温馨 你最近还好吗? 而是我多年飘荡后终于在台北安定下来了 艾里在脸书发文,回忆六年前那晚 当他向父亲坦白自己的性向时 那永远都是他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丸 从未见过父亲的脆弱 他在他面前泪如雨下 那句传宗借态是我一生的目标 你这样就会摧毁我的人生 像是一把尖刀深深地吃进了他的心中 那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相当疏远 爸爸对外也都说我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读书 没有要回来了 艾里所述,几款爸爸的嘴巴上说的是伤人的话 但他的心里却始终保有一丝丝的恋爱 当他赴泰国变性时 虽然爸爸未曾公开表示支持 但却透过侄子转交了一笔钱 这笔钱不只是金钱上的资源 更代表了一份沉默的关心 过去那段隐瞒 冲突与不谅解的日子 对艾里与父亲而言 都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尽管艾里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 他一认识到不能移做自己的理由 将自己的价值观抢驾驭父亲 于是,他选择向父亲说对不起 希望能修复父子之间那断裂的情感 话说回来 艾里早在2015年就开始接受女性荷尔蒙的治疗 开始服药 增加女性荷尔蒙之前 艾里有先通知父母 当时妈妈整个精神崩溃 痛哭流涕 爸爸更是深受打击 甚至希望他立即去当兵 其后参与了康熙来了的伟娘单元 随处一夜成名 他的过去也再次受到外界的关注 事实上 正是因为这个节目 一向持反对态度的妈妈才开始转变 给予了他更多的支持 身为家中独自的艾里 虽然在家庭中担负着重大的期望 但他的坚持和勇气也为他赢得了一圈圈的掌声 2019年 他在振振有词公开谈及与父亲的关系时 类如雨下 这更加证明家庭在他心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到了2022年 他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跨性别选美大赛 并大放一彩 当他身住融合国旗元素的礼服走在替台上时 那一刻 他不只是艾里 更是所有追求自我认同的人的代表